那刚才我们给大家讲到的这个内存仪地址 那么内存仪地址的话呢 首先的话呢 我们这个给大家说一下 我们这个地址的话 刚才没给打印好 我们来给大家打印看一下 比如说我刚才说 比如举个例子 定着一个什么的 一个英特定型的变量a 然后a给他负个值吧 10 那么这个10的话呢 就说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朋友们 所以我们这里话呢 我们重新给他画一个 是吧 那假如说这是我们的那块 注意哦 我们每个是不是编析 就给每个程序是吧 这个这个程序 你编译完了之后 就会有一块这样的地址空间 那么有这块空间的话呢 注意这块空间的话呢 首先 你定义了个a 这个a的话呢 还就会占几个字节 占四个字节 没错吧 四个字节 然后的话呢 他这个 呃 比如这是印象形的变成a 然后a的话呢 有个其实地址 我们占几万 假的地址 我们假如我们这个地址 是不是也不知道是多少啊 是吧 然后我们是不是给他打印一下 那么注意这个a的话呢 占这么多 你看他-10 就是这四个字里面的话呢 存了一个10 就是这里话呢 你可以认为他这个存了一个什么 存了一个10 存了一个10 就是这四个字节 然后的话呢 我们这个a呀 你去访问这个 这个什么 这块空间的时候 有两种方法 第一种方法 那么通过这个变量名a 直接去访问 第二种方法 你可以通过a的地址去访问 那这个我地址怎么访问 我等我再讲 那么我们呢 比如说你直接打印这个a的时候 Planf A等于百万地 这个的话呢 就是通过什么呢 通过这个a 变量名去访问 那么我们呢 还有个就是a呢 他的话呢 是不是有个地址啊 那地址怎么访问 我们等我再讲 我们先来说一下这个地址怎么得到 那么a的地址怎么得到呢 Planf打印一下 注意 A的地址 我们说 A的地址 然后等 A的地址怎么得到呢 所以百分号 D 是打印地址 谁的地址呢 注意 取地址 A的地址 A的地址 用取地址符 好 走一下 我看一下 好 那我们看一下 当然一下 这个就是A的地址 对不对 就是A的地址 所以的话呢 我们呢 可以得到一个 变量的一个地址 就这么得到 那老师 这个地址打印的时候 一定是百分号P吗 注意 我们说 这个编号呢 他就是什么呢 就是 一个数码 数的话呢 就是说你可以用实性子表示 也可以用什么 实性子表示 也可以用呢 8性子表示 那你比如说 老师 我非要用实性子表示 你不要用个无符号 比方这个百分号U 可不可以呢 那可以 当然是可以的 这个就是用 这个实性子表示 无法了 然后答应 就说反正就是个数码 你用什么数据输出 这个都是可以的 走过来 就注意一下 OK 好了 这样的话 我们就得到这个A的地址 所以这个A的地址 我们就可以得到 当然 那我们后面的话呢 也可以通过这个A的地址 然后去访问这个什么呢 这个A的值 那我们等会再讲 那这一会儿呢 给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 就是我们这个 如何 那么去这个 是吧 获得一个变量的地址 这个时候我们呢 注意一下 然后呢 我们刚才说了 百分P的话 实际上就是以16英字 那么输出我们的什么 输出我们的这个 一个地址 这时候注意一下 那我们的话呢 这里给大家呢 补上 就是我们的这个 是吧 这里 那么打印地址 用摆放什么呢 实际上是打印 实际上是打印 你可以算 那实际上呢 实际上是的话 你可以呢摆放 一般我是建议摆放U 因为有人他前面可能有一 打印的时候 可能会负的 就说你以他这个是无法 就这样打印 最好就这样说一下 好了OK了 那这话呢 就给大家来说一下 这个如何去打印一个地址 那我们站立下